看来要到Burubattle的店里去喝一杯咖啡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今天就来测评Burubattle六款咖啡豆 这些是Burubattle来到上海之后在小程序上面下单的 然后还有一款是在日本代购买的跟human made的联名款 一起来喝吧六款 首先三款咖啡豆最左边的是今天唯一的浓缩咖啡 另外两个是都是来自于单一产区的单产区咖啡豆 可以看到我们的浓缩咖啡 其实很明显它的颜色烘焙程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深的 另外两个单产区的都属于浅烘焙的咖啡豆 相对来说颜色都是比较淡的 再来是三款拼配的豆子 可以明显看到这三款的这个豆子的大小都不太一样 就很明显看到它是由不同的产区的豆子拼配而成的 然后再来看到其实它们三个的烘焙程度看起来都差不多 可能接下来就是得看喝起来的口感啦 因为是在家隔离 所以没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个杯测工具 所以就尽量保持公平的来冲泡每一款豆子 然后呢也换算了一下这个是28克的粉 大概是350ml的水 我大概每一款只冲10克 然后大概是冲125ml的水 然后可以看到还是尽量公平的再冲每一款豆子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测评环节 我这里有六款就是blue bottle的咖啡豆 然后来试一下就是你比较能接受哪一个口味 然后你比较推荐哪一个口味 可以 当然也会有这个比较资深一点的咖啡饮用者 来推荐六款blue bottle的咖啡豆 好首先第一个是来自它们的传奇绿豆 今天是我这个配比可能会比较偏浓一些 就还是希望说能喝到它最原始的一个味道 很浓 这款很浓 味道会偏苦 它没有酸的一点都不酸 它就完全是苦味我觉得 它有可可烤棉花糖全麦饼干的味道 比较偏巧克力味 然后算是中的烘焙程度 好下一个 下一个是 三非便奏 我比较喜欢的一款豆子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偏非洲豆 就是果香味会相对来说强一些 所以就是会可能跟前面的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口感就比较薄 刚刚那个是很浓稠的那种很厚的厚度的味道 但这个就是很薄的那种很顺滑的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入口 然后它会偏酸一点 前面第一款它这个是比较巧克力味会重一些 这个花香味会重一些 然后在烘焙程度上面比前面这款再轻一些些 然后它主要就是它会叫三非便奏 会有一点比较适合加牛奶 会有一点比较适合加牛奶 可以先试一下原来的感觉 但也蛮好喝的 它的巧克力味会比第一款更重一些 然后它的烘焙程度已经算是到深烘了 然后它整个那个巧克力的那个香度会更香一点 不能接受是不是 不能接受 它就是会比较纯厚一些 这个好纯啊 就是在厚厚调会深深一些 下一个是 单产地的单一产区的肯雅的豆子 我来感受一下 这好酸啊 3GS合作社水洗 这太酸了吧 这好酸啊 就是如果喜欢果香果酸味强一点的 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它就是比较偏蔓越莓 玫瑰果粒子的味道 然后它的烘焙程度是浅烘 所以相对来说整体会比较酸一些 我够了我够了 好的 这太酸了 那我觉得蛮好的 下一个是 也是单一产区的 宏都拉斯圣巴巴拉 这个蛮平衡的 它整体的花香还是巧克力香的 那个味道在中间的等级 是比较平衡的一款 然后也是比较偏中浅烘 但是比刚刚的那个肯雅要再重一点点 然后它会有比较偏甜感会出来 因为它有点红糖的香甜味 这也是偏酸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酸味跟刚刚那个香味就比较的容易入口一些 好的 最后一个是 human made的一个联名款 然后这个是之前找日本购购买的 所以它在中国的官网上面是买不到的 所以也一起来试喝看看 因为我一直舍不得开 但就觉得再不开再不磕就 再不磕就过期了 再不磕就过期了 它上面其实会写 它大概有一点 Jasmine会有一点茉莉 然后blueberry 蓝莓 跟一点点的那种 焦糖味 也是酸 但是还可以接受 那身为一个新手小白你 最可以接受 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三菲变奏是哪一款 三菲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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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菲变奏我觉得 三菲变奏也是他们的这个 老板创始人的最爱 这样说的话 那我跟老板的品味还是可以的 就是它整体来说 协调感会比较好一点 跟相较来说 跟单品咖啡豆来讲 它可能协调的程度会高一些 平衡感做的更好一点 对平衡感会更好一点 blueberry 太冷点的那款我觉得应该行 就是如果要选第二个的话 我选那一款 其他的要么就太苦 要么就太酸 不行 我还喜欢喝可乐 然后我个人的话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偏酸 一点的口感 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 黑的这个也很酸 这个也很酸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代理产区 这个是非洲的肯尼亚的 肯尼亚 最酸的其实是这个 它已经酸到我觉得有一点过浅了 就是烘焙的过浅了 那你如果非常喜欢酸的话 可以选这个 这个是优选 如果喜欢酸果香味强的话 然后这个是中浅烘 相对来说就是酸感会有 但是相对来说平衡感会好一些 是这个红都拉斯的这一款 总体来说 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喝 拼配的豆子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蛋液产区 但是我觉得Blue Bottle的 整体的拼配豆的表现都还蛮好的 然后如果是你不喜欢非洲 比较偏果味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传奇律动 就它相对来说平衡感也会好一点 但是也是会苦一些些 最苦的应该是这一款 就是浓缩的豆子 因为疫情隔离期间 所以牛奶也是 稀缺资源我们要使用的脸用 有什么就用什么 就也不是特别好的牛奶 然后今天 今天的水也不是特别好的水 温度也不是那么的讲究 就将就的喝一下 你感受一下 就是我觉得浓厚感还是有一点的 当然因为我是用美式冲的这种 手冲的方法 可能没有像那种 意式咖啡机冲出来的好 还可以吧 加牛奶就稍微好一点 好入口一点 就是相对来说 我还是建议这款可以加牛奶 还是会比较好喝一些 好了 那就是今天的测评 结束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